这块是一个突透镜 现在说明 这个是一个会发光的物件 是一个会发光的物件 现在说它放在透镜前面20cm 那你数吧 那这里5cm 那现在它就问 它就说 如果突透镜放在透镜前面20cm 在透镜16cm的屏幕 就可以形成清晰影像 屏幕在这里 其实它暗示了 有一条光线 光芯入光芯出的光线 在这里停下了 同学先画这条线 你先画这条线 你画完之后 光芯入光芯出 这条是光线 橙色是物件 绿色是光线 现在它是想敏焦它 所以另外一条光线 你就要画 是平衡入 F出 而F没有的 但是应该它要聚焦在屏幕那里 即聚焦在这一点 所以这里就会触到 这个焦点出来 这个就是焦点 那你会见到 如果你靠数格仔的话 你会数到这里5cm 这里大约是 我就见到8.5cm 行不行 所以其实它的焦距 这个就是焦距 由这个光芯 去到这个焦点 由光芯去到 大约我见到 8.5cm 左右 所以比较好的答案 就是B 好了 就是B 好了 各位同学 可不可以用计数法呢 我同步示范 如何用计数法 用计数法 会准确一些 还有少了很多客户 就是看得不清楚的情况 1 over F 就会等于1 over 20 加1 over 16 我没记住 于是你用按计数机的方法 1 over 9 等于1 over 9 1 over 9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的话 焦距就是9cm 这个是会更加正确的 所以答案都是B